如果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去了解說不同的人他在判警的過程中會怎麼樣 那其實都是其實也是蠻豐富的資料 然後如果再有興趣的話有會統計的 大哥大姐如果會統計的話我們這邊也有就是人數和性別人數和審計 或是人數和裁判年度等等的不同的這個統計資料大家可以回去玩玩看 那我們現在也有和一些媒體做合作 那未來也會有就是關於資料庫的報導 那如果就是自己玩完之後有興趣的話也可以看一下其他報導 他可能會呈現說有時候最小的年齡14歲就被判刑 那最大的年齡可能80歲等等這樣子的情況 那我們到這邊就是我們展覽告一個段落 那因為我們就是有很多人想要跟大家互動的東西啊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就是可以再幫我去玩玩看 或是看過就是聊聊 就是看你的什麼 然後也可以去看一下外面的影片 那我展覽就到這邊那大家有沒有問題想要問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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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